2006年,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电影首映仪式,并且出席这次仪式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新典的《战争英雄》,而这部电影讲述的则是俄罗斯版《狼牙山舞壮士》的故事。 2000年年初,在俄罗斯和车臣的战争已经进入了末期,2月28号的时候,俄罗斯已经控制了大部分车臣土地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可是大部分毕竟不是全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有少量的车臣武装分子在富于顽抗,他们试图突围以保存自己的实力,本着所有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则,他们冰封两路进行突围,而俄罗斯军方也本着斩草要涂根的理念, 不停地对这些逃窜的武装分子进行阻击,惨烈的战争爆发在车臣部队经过的各个地方,在俄罗斯的一个军事基地中,一群士兵刚刚结束了他们的拉链,回到营地,他们不知道一场艰苦的战斗正在等待着他们,因为前线战事吃紧,不少士兵被迫撤了下来,而车臣的叛军却在密林中不断地逃窜,他们非常的残忍,杀人几乎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毕竟对于这些叛军来说,没有用的人 就只能去死,包括他们运输弹药的队员,根据上级的指令,他们的目的地是巴基斯坦,而且他们的行动一定要比俄罗斯军队更快,而俄罗斯军方也很快就察觉到了这一点,根据他们的情报,这批叛军大约有两千人,撤退的方向正是他们基地的方向,而他们只有一个出口,可惜的是,那个出口附近只有一个小分队, 指挥官没有给这个小分队选择的机会,他命令小分队先行出发,拖住这些叛军,并且表示,后续部队会很快跟上增援他们,可是小分队的队长明白,根本不可能有增援的,而长官的命令容不得半点怀疑和更改,他们只能这么干。 不过指挥官也有苦衷,他们真的已经没有多余的人手了,如果有其他的选择,谁愿意用一百人去对抗两千人呢? 时间紧迫,这支小队很快就乘着直升机奔赴了前线,而此刻,叛军也正在朝着那个地区前进,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而在这场速度的较量中,还是这支俄罗斯小队胜利了,他们先一步到达了阵地上,并且建立了简单的防御攻势, 很快,那些叛军就到了,在布置地雷收效之后,根本没有休息时间的罗斯士兵就拖着自己疲惫的身体开始反击,几乎是一瞬间,双方的火力网就交织在了一起,子弹呼啸着从枪口射出,击打在叛军的身上,而位于掩体后的士兵则要好得多,即使如此,新兵们也被吓得瑟瑟发抖,沉缩在一旁,动都不敢动,只能任勤封飞的弹壳落在身上,这里毕竟是战场,而战场上是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即使他们是在掩体后方,不断射击的老兵们也会被擦肩而过的榴弹划伤,更不要说这些叛军们还有火箭弹这种东西了,幸运的是,因为攻势和居高临下的地利缘故,这些叛军很短的时间里就伤亡惨重,而叛军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很快就下令撤退了,而他们留下来的只有满地的尸体, 这一次的遭遇战,以俄罗斯士兵的胜利告一段落,并且他们还活捉了一名曾经的俄罗斯士兵,他现在已经叛变,成为了车臣武装分子的一员,用他的话来说,做一个大头兵,没有思想,没有钱,没有荣誉,要什么没什么,有什么意思,每天为了什么打仗都不知道,还不如做一个武装分子, 看着这个倔强的俘虏,指挥官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或者说自己内心深处的阴暗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这名曾经的军官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自己给他最后的尊重,就是放他一马,他让谢疗沙把这名俘虏带走放了,可是就在路上,谢疗沙一直逼问这个俘虏,有没有杀过他的战友,而这个俘虏只是说了一句,这是战争,谢疗沙就明白了,他没有遵守命令放了这名俘虏,而是往这个俘虏的怀里, 塞了一个拉开了保险的手雷,随着一声巨响,这个家伙倒下了,而另一边,刚刚那个躲在战壕中瑟瑟发抖的新兵,此刻依旧十分的惊恐,因为就在他的手中,有一枚已经没了拉环的手雷,看到这一幕的老兵也惊呆了,如果这枚手雷炸了,自己和这名新兵都要完蛋,必须要小心处理,于是老兵伸出手,小心翼翼的接过了那枚手雷,然后用力一致将手雷丢了出去,这个危机解决了,可是这枚手雷 却引发了新的危机,他们俩的位置因为这枚手雷被车臣叛军的狙击手发现了,而在手雷的危机解除之后,那个瑟瑟发抖的新兵却突然狂躁了起来,他疯狂地质问起自己的队友,是不是以为自己是个胆小鬼,看着没有反应的老兵,新兵拿着一把枪站了起来,他要证明自己,而他证明的方式就是拿着枪胡乱地扫射, 老兵想要劝他,可是晚了,车臣的狙击手一枪就命中了他的喉咙,这名新兵就这样死了,可以说这完全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典型,并且在这支队伍中这样的典型还不止一个,在成功地狙杀了这名士兵之后,车臣的两名狙击手很快就转移了阵地,巧合的是,这片阵地上也有一个不怕死的新兵,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探出头,想要看看外面的情况,可是他刚一露头,狙击手就抠下了扳机, 幸运的是,他带着的钢盔救了他一命,但是幸运女神不会眷顾他两次,被击中钢盔的他没有丝毫警惕,反而是坐起来脱下了钢盔,还没等队友劝阻,狙击手的第二发子弹就到了,直接命中了他的头部,这个世界上,天才们的脑袋里总是装着各种各样的想法,而笨蛋的脑袋里装的往往都是同一种死法,在战场上,往往来不及为死去的同伴感到悲伤,因为你的敌人不会给你这样的时间, 那些叛军也害怕,他们担心时间拖得太久,俄罗斯的增援部队感到就麻烦了,于是他们的首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冲破这支小队的阻拦,于是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整支小队的阵线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正面山地上,汉军的榴弹枪像是不要钱一样的将威力巨大的榴弹撒在了俄罗斯军队的阵地上,爆炸扬起的灰尘散去之后,留下的只有满地的尸体,而另一边的树林中,汉军的阵线不断地向前推进, 他们不仅有数量众多的步枪和冲锋枪,甚至还有RPG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不是占有居高临下的地理位置,恐怕俄罗斯的士兵们早就全线溃败了, 可即使如此,仍旧有不少士兵受伤或者死去,一心想要速战速决的叛军甚至开始使用迫击炮这样的武器进行攻击,面对如此凶悍的敌人,这支俄罗斯小队不得不再一次呼叫总部请求支援,可是面对谢斯底里寻求帮助的战士, 总部的人只是说到他们会尽快支援,而当士兵们询问什么时候的时候,他们只是说很快,马上就有了, 面对这样的回答,士兵们只能怒骂几声,然后挂断了电话,而基地指挥部的指挥官面对这样的谩骂, 他们也没有办法还击,只能让通讯兵切断通讯,用这样的方式堵住自己的耳朵。 跟基地的指挥官相比,战场上的指挥官明白自己士兵所面临的困境, 他派遣出自己身边所有的士兵,去坚硬一线小队往回撤退, 毕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有集中有效的力量才有可能获胜, 如果一直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前方惨烈的战况让基地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 他们不能看着自己的战友就那么死去,他们要去拯救自己的战友, 可是他们的长官却说,他没有下达任何救援的命令, 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袖手旁观。 这样的回答,军官十分气愤,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他也不能违抗命令。 前方的战士更加惨烈了,虽然叛军的伤亡非常大, 但是俄罗斯军队的伤亡也不小,曾经距离他们还有一段距离的叛军, 此刻已经有不少都冲到了他们的阵地前。 虽然阵地还在,但是按照这个情况下来,他们守不了多久了。 当前线战报传回的时候,那名军官再次找到了指挥官, 他希望可以收到增援的命令, 可是指挥官这次非常明确地告诉他, 不可能,上级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的。 可是他也明白,如果自己不去支援, 那么那支小队逃不开全军覆没的命运。 出于对战友的情意,他决定违抗一次军令, 于是他带着手下的士兵一骑上了飞机, 可是就在起飞的前一刻,上级来了, 他质问这些士兵在干什么, 而且大声要求这些士兵马上下飞机, 一时间竟没有一个士兵听从他的命令。 他看着这些对他命令无动于衷的士兵, 不知道他的心里是对于士兵违抗命令的愤怒多一些, 还是对士兵重情重义的欣慰多一些, 可不管怎么说,他最终还是答应了这次行动。 直升机已经起飞, 就在来到前线的路上, 可是前线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面对十倍于他们的敌人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好在这里的队长, 派来的支援小队已经成功来到了这里, 可是接应撤退的时候, 总不能所有人都撤退, 必须有人留下来断后, 阻止敌人追击, 这个人就是一万。 而等队友已经脱险, 通知他撤退的时候已经晚了。 叛军的一发火箭弹在他身边炸开,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让他有些眩晕, 在眩晕中他看到了自己即将生产的妻子, 或者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了吧。 而叛军也在此刻将他团团围住, 想要残忍地虐杀他, 可是一万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他松开了手里的手雷, 在剧烈的爆炸中和叛军同归于尽了。 而已经后撤的士兵则找到了他们的队长, 他们想要自己的队长, 能够离开这片战场, 因为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而他们不愿意见到这样的景象。 可是队长却告诉自己的手下, 他接到的命令就是守住这个高地, 如果能够活下来, 那么他们都是伟大的人。 可是就在下一秒, 一发叛军的炮弹落在了他们旁边, 那名刚刚还在劝他离开的士兵就这么倒在了这里。 看着士兵的尸体, 上校非常愤恨, 他知道这个任务有多艰难, 可是他接了下来, 而陪他拼命的, 却是这些和他生死与共的士兵。 然而此刻, 叛军的气氛却渐渐胶着了起来, 他们没有时间拖下去了, 而这支阻拦他们的小队, 又像牛皮糖一样难以对付, 他们甚至连这支小队还有多少人都不知道, 这样再打下去, 他们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个高地了。 他们找到了队伍中一名俄罗斯的叛变军官, 想要他去收买这些士兵。 虽然这名叛变的军官再三强调, 这样的队伍中是不可能有人被收买的, 可是还架不住这些人的劝说, 他决定去试试, 和这支小队的指挥官谈一谈, 可是就在这名军官挥舞着手中白色手绢, 走向俄罗斯防御阵地的时候, 远处一棵树上却有光一闪而过, 但是叛军的狙击手他们早已埋伏好了。 很快, 叛军的军官和俄罗斯的军官走到了一起, 而这名叛军的军官也认出来了, 眼前的这名军官就是自己曾经的战友, 他以为自己有了一线生机, 可是他错了, 这个老朋友一点都没有变, 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就告诉自己, 让开这个高地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名叛军试图说服老朋友的时候, 叛军头目却下达了命令,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说要谈判, 把俄罗斯的指挥官骗出来就已经成功了, 他要将会面的两人全部杀死, 随着他一声令下, 狙击手扣动了扳机, 两人就这样倒在了一起, 而狙击手也因为开枪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被愤怒的俄罗斯士兵打死, 而这名判官头目的所作所为, 都被他队伍中的一个老者看在眼里, 这种卖有求容的人老者最看不上了, 于是趁着这个头目注射毒品自嗨的时候, 接连几枪就干掉了他, 突然间一阵螺旋桨的声音引起了俄罗斯士兵的注意, 是直升机的声音, 随着声音越来越近, 他们确定这就是他们的直升机, 基地还没有放弃他们, 基地来接他们了, 就在谢聊沙跑向直升机的时候, 一个炸弹却在他身后炸开, 冲击波震坏了他的内脏, 此刻距离他在军营中等他的女朋友, 仅仅只有一个直升机的距离, 可是他没有机会了, 满载的直升机很快就返回了营地, 可是剩下的战士们却还在继续战斗, 他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叛乱分子越过这里, 可是敌人实在是太多了, 火箭弹和榴弹不停地向着他们的阵地倾斜, 而经过长时间的战斗, 这里的士兵几乎已经到了极限, 就连弹药也已经消耗殆尽, 看着一地空弹夹, 山上仅剩的五名士兵已经想明白了, 要么死, 要么离开, 可是作为一名俄罗斯军人, 他们不可能逃走, 也不可能投降, 唯有死战, 他们计划将敌人移入他们的埋伏圈, 然后展开肉搏战, 死他也要死得壮烈, 而另一边, 一名已经弹尽两绝的军官, 也被叛军围到了悬崖边上, 面对叛军的羞辱和招安, 他没有动怒, 只是看了一眼地上半死不活的战友, 然后笑了笑, 他们都知道了对方的意思, 然后他一把抓住那两名早已没有防备的叛军, 跳下了山崖, 死也要拉上两个垫背的, 山上的五人也和指挥部做了最后的通话, 他们汇报了这里的情况, 然后断开了通讯, 他们用通讯器的天线挂起了国旗, 而一名士兵也点燃了他的奶奶给他的蜡烛, 当时奶奶告诉他, 如果难过了, 可以把这根蜡烛点燃, 而现在如果不点,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在飘扬的国旗下和摇曳的烛光旁, 他们脱下了自己的军装, 戴上自己的费雷帽和衬手的家伙, 静静地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天色渐暗, 烛火江西, 可是军人的精神永远不灭, 这场战斗发生在2000年2月29号到3月3号, 持续的时间仅仅只有三天, 可是俄罗斯军队以不到100人的兵力, 阻挡了2000多名车臣叛军的撤退路线, 并且留下了超过4000名车臣叛军的生命, 可是这样惨烈的战斗, 事后指挥官甚至不敢将其报告给军方, 因为这样的惨剧几乎可以说是他一手造成的, 直到3月12号, 得知消息的普京总统签署了484号总统令, 授予21名战死的士兵和一名幸存者俄罗斯英雄的称号, 而剩余的69名军官则被授予了勇敢勋章, 到此为止, 此事才正式落幕。